大家好 今天的维维到来节目有点不同哦 你看维维是这样的打扮 这是在做人物的专访 咦看看又宽装了 这是维维到来节目的工作服务 也是我们威视国际美高美专媒的工作服务 忙完了两档节目的录制以后呢 接下来维维要亲自下厨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厨艺 同时呢也展示一下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的风采 做饭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在忙了一天的工作以后做着饭 可以让高老模整个放松下来 那就跟大家看一下工作背后的故事 大家猜猜我今天会做些什么菜呢 这个炒牛肉啊 它一定要放一点那个芡粉 这样牛肉就不会老 对就像这样表示牛肉的那种嫩度 这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 这个呢送一蜜啊 这个我们的气场很够的小姐姐 这是我自己的泡菜哦 这个泡菜可是我的宝贝哦 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做的 就是我们那个重庆的那个 穿越力气的泡菜盘子 那个盘子真的十多年以前 这儿是没有的 那可是我的宝贝 从中国抱着过来啊 在飞机上怕它坏了 我一直抱着 把那个衣服放在里边塞得满满的 然后别人就看到我一直抱着 一个东西以为我干嘛了 我就很自豪地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泡菜 走遍天涯海角 都改不了自己的家乡味 和中国味 好 我们先炒牛肉 那个泡菜是要单子炒的 绝招就在这里 在炒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要把它拿起来了 可能按照 要是我做正宗的炒菜的话 我们应该有 有那个花椒 有那个干辣椒 但是现在没有 为什么要这样分单炒呢 因为牛肉不能炒得太长 太长就会老 这样炒了就会把 泡菜 先把泡菜的那个味道炒出来 它管里边炒的一个火 默默的一下燃起来 如果阿虎飘得很高 那种幸福感觉 但是这儿没有 我就想象那种感觉吧 这个醋油烟筋 不是很强烈的话 这种马路都会飘着 这个泡菜的味道 你们闻到泡菜的味道吗 那我闻到了 对 这个似乎就把泡菜的味道炒出来 我们开始放牛肉会来了 好 现在呢开始起锅了 好 这两盘菜就算做成了 哦 好香好香 有种享受的那种感觉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好吃 超级好吃 有回复的感觉 我感觉像过年了 过年了 猪蛇头呢 因为在美国外国人都不太吃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环来讲 真的是我们最爱 我好喜欢吃这个 像这种猪蛇头的 价格是在以前的 可能就是几毛钱一磅了 现在就是一两百钱一磅了 就放了酱油 然后呢 放了一下我们家乡的那个 实现豆瓣酱 我记得二十年前来的时候 要想买这条的真是没办法 而现在是连这种实现豆瓣都会有 真的是很幸福 这个辣椒 我们威士国际美高美的那个小黑呢 切得比较茁壮 那我也做得茁壮一点 这个技术好不好 没问题 那个派口和架式要茁壮 本来我给你讲带口 不是绿毛汁 是白毛汁 刚才放了芡粉 然后又放了红酒 味道把酱酱放一点点 这样放进来 就是为了两样都熟 那我先把它炒熟一点以后 再拼开吧 嗯 提片豆瓣酱的味道很香 你们是闻到猪舌头的味道 还是提片豆瓣的味道 谢谢 对啊 叉肉的最好 我的叉肉最好 其实那里烤菜啊 我真的觉得是一种 非常好的休闲方式 也很幸福 对 幸福的时刻要来了啊 好香哦 青椒炒猪舌头就有新鲜处头了 不错啊 哇 看这个 颜值还特别饱 有绿的有香的 对 尝一尝点点 先尝一尝 你觉得怎么样 对吧 我在这里 超级好吃 好吃的 好吃 嗯 好吃 那个豆瓣酱炒的东西 非常香 嗯 好吃 反正很合作我的口味 好吃 我们两道菜来已经上座了 只是呢 这两道菜不算微微的 这个叫水瓶包丁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没有 微微熟悉的道具啊 什么花椒什么的 但是呢 Anyway 总算成功了 那么如果说你们喜欢的 柱子 拥振给我 让我知道 你们喜欢 我以为做这类型的节目 好了 我们会继续再急再厉 继续炒菜